本土疫情大爆發 裁檢民眾涌入北市科車來速 都想知道自己是否確診 不過追中心寄出新規定 確診者縮短為隔離七天即可出關 校園職場均不匡列 密切接觸者 专家坦言會有漏網之餘 面對防疫大環境改變 前台大醫師林士B認為 自主防疫越來越重要 接下來要依賴公民素質 一是沈正南則表示 疫情即將進入深水區 要做好全面防護 隨時注意被傳染可能 該如何自我防護 專家提出方法 在職場中 儘量多用通訊軟體聯繫 避免近距離交談 另外工作環境 都要酒精或準備酒精棉片 定時擦拭消毒工作區域 用餐時要與同事間拉開距離 避免面對面 沒戴口罩飛沫噴溅 假如說你的工作 勢必要常常講話的話 差不多三個小時左右 至於校園防疫松綁 專家坦言需靠家長協助 只要到每一節下課時間 就要求孩子勤用肥皂洗手 也請孩子多注意身邊好朋友 有無症狀接觸時 專家也建議 午餐時間可以開始加裝隔板 避免孩子忍不住聊天 接下來將進入疫情高峰期 專家也建議民眾 可隨時關注最新防疫規定 要用最新的資訊 來打傳播快速的病毒 結帳正明要想與台北採訪報導 總統